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瑟得知这个男人叫做福特 政府为了修公路准备将阿瑟的房子拆掉 阿瑟一下子接受不了 耍无赖躺在铲车面前 幸亏福特及时出现 拉走了他 并请施工队喝了一杯 这时阿瑟又从电视上 看到了房子正在被拆迁的场景 气愤的跑出了酒吧 修了施工队 施工队正卖力的干着 突然一个工人大喊一声 起来 吓得工人全跑了 阿瑟难受的站在自己的门前 并没有注意到头上的异常 福特跟着他来到这里 一会儿 阿瑟才发现 天上竟然有一个太空飞船 福特用戒指了一下天空 戒指随即发出一道光 将他们两个人吸进了飞船里 飞船进入了银河系 他们被我刚新人收留 他们进入银河系的事情 很快被银河系总统知道 但由于福特和总统有血缘关系 于是接纳了他们 但是副总统不愿意了 他要求阿瑟和福特立刻送回总统 并把这所偷来的飞船还给政府 总统也是个有个性的人 他偏偏不听副总统的 并把飞船开往了其他空间 为了帮助阿瑟 总统飞到了曾经和他竞争总统的人的星球上 这人名叫哈马 哈马看到总统落魄的样子 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得到全宇宙最好的一把枪 总统答应了 为了拿到这把枪 他们必须去马格拉西亚 哈马还提出一个前提 他需要一个人质 于是下令绑架了特瑞莎 也就是阿瑟的好朋友 一个地球人 所以现在阿瑟和总统的任务又多了一下 那就是拯救特瑞莎 总统亲自出面 见了一个我刚人 我刚人半信半疑 但还是释放了特瑞莎 然而特瑞莎偶然发现 既然是总统签署了毁灭地球的协议 总统也十分无奈 试图解释 现在他们没有时间起内后 必须抓紧时间找枪 看见总统落魄 其他星球的人纷纷落井下石 又有两枚导弹向他们所在的飞船发射了出来 最终经过他们的种种努力 阿瑟成功地回到了家园 自己的房子也被人修好了 阿瑟兴奋地回到家里 总统和其他人都在 然而为他重新建好房子的两只小老鼠 却想要他的脑子 阿瑟拒绝了 更惨的是 房子被我刚人包围 而他们又手无寸铁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快完蛋时 总统身边的机器人出手了 机器人找到了全宇宙最厉害的枪 反弹了所有攻击 影片最后 阿瑟向特瑞莎表白 两人幸福地在一起了 而地球也在阿瑟和总统的努力下保住了 在现实里 我们并不是英雄 但是只要力所能及的事情 就一定努力做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 文字幕在安